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腳底下就是台中市政府的所在地 也是豪宅 林立的七騎重劃區 他也照樣飛 人來車往的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 他老兄當自家的跑道燈 萬一迫降 底下的人車第一個遭殃 最近三個月 這批玩家飛得特別密集 也飛得特別遠 原因可能是 他們跟廠商合作開發了 新的四行程飛行閃車 今年剛研發出來 為了要促銷 我這個4T就是可以這樣子 可以晚上飛 下雨飛都沒有關係 一個閃車兩百多塊錢 40 四十萬一個 甚至連下雨天也穿著雨衣飛 毛起來測試性能 不斷把影片PO上網 我們上門求證 當事人馬上變臉 你現在已經 不是只說來要找我麻煩 不是要來解決問題 沒有啦 了解一下 因為你在那邊好笑 好啊 好啊 如果這樣就不用再問了 我行我素 已經沒辦法形容這批飛行狂熱者 但違規已經違法 他們已經被罰了好多次 早就是民航局跟轄區警方 眼中頭疼人物 非友們也劃清界線發動自新 PO網的影片就是證據 這回或許不必再等民眾檢舉了 記者綜合報導